主席主委委员 還有我們的農委會的官員大家午安 可不可以請主委 我們請主委 主委好 兩個老問題 我曾經接受選民的一個陳情 但是這個陳情 本身它引發出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就是 它開了一條小船 就是動力的小船 從某一個港口出來的時候 結果發覺都是磕棚 最後還是被人引導 它才能夠進出 非常的困難 然後呢 我就上了Google網站 Google地圖 果然不錯耶 上面都有一塊一塊小方格子 在水稻旁邊 遍布 有些舊的 有些新港口還沒有開的話 它連港口的那個 進出港的地方也都布滿了 這樣子的一個磕棚 我不是在苛責這些磕 我所要說的是 從這邊引出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整個漁港 跟沿海漁業 跟我們休閒的海洋上的運動 海洋運動這些關係 這個中間應該如何來管理 我想委員說的非常的 真實的狀況 那我們在沿海養殖裡面 我們也一直告訴地方政府 必須要有合法的漁業權 跟養殖登記證 那在這個規劃裡面 就可以規劃出來 剛剛所講的 正常的航道裡面 是絕對不准有 那剛剛前一位委員在做 質詢的時候也談到 漁港 許多漁港 它做了觀光或者遊艇之後 它的價值會不會出來 這個我們從整個資源的運用 一定要做一個非常審密的來評估 漁港是誰在管理的 農委會漁業署 漁業署 但是漁港本身的現場管理誰在管理 分成好幾個部分 大部分都是地方政府 我們分一類漁港二類漁港 還有地方政府的漁港 我們只管一類漁港 那一類漁港 我們九個一類漁港 也委託地方政府來代管 有沒有一個指導的管理原則 我還碰到另外一個案例 是 那個漁港是 那個海港 那個港口是免費的 就在我們的淡水河口 結果呢 他很高興買了一條船 就放在那個地方 那你也知道淡水河的落差很大 潮差很大 所以他的所有的這個柱子呢 都很高 每一個人在綁這個綁 他的船綁在那個柱子上的時候呢 都是活的 一個圈圈 然後呢 船上去 水艘高上去下來 對不對 結果呢 他離開以後 他離開以後 當地的人啊 就把他綁死 然後一個漲潮 一個颱風來 一大潮 船全部沉在水裡面去 卡住了 這就是管理問題啊 免費是免費 但是誰在管 顯然 這個現場的管理 是非常 是有問題的 那現在就不只是 他這樣的一個小港 只是一個淡水河的一個小港 那麼 所有的漁港 有沒有一個管理的一個 應有的規範 漁業署長 是 跟委員報告 漁港是根據漁港法來 規範的 那現在台灣的合法的漁港 是有225個漁港 那當然我們也不排除 有一些港澳灣 那不是所謂公佈的漁港 也有一些漁船在停 剛剛您講的那個港口 我很懷疑不是漁港 為什麼原因呢 因為漁港規定是 只有漁船才可以停泊 然後不收費 然後呢 那不是漁船的話 如果停泊的話 一定要跟漁港主管機關去登陸 然後還要按天收費 那所以 我們可能要進一步了解 那個港是在哪裡 那我們才有辦法來 我現在不是講這個漁港的問題 我其實講的就是 整個我們 除了大型的商港以外 所有農委會 跟地方政府管理的 那麼到底有沒有一個 統一的管理的規則 因為我可以看到非常的混亂 譬如說 鷹眼糧的船 它以前停在哪裡 鷹眼糧的船 鷹眼糧的船 它的船 它的船 早期是停在花蓮 山港裡面 現在停在我們基隆 必殺漁港裡面 它現在停機場 它以前還停在別的地方 是 那都是跟當地的漁會 對 跟委員報告 還付點錢 還要付錢 對不對 不是跟漁會付錢 它是要繳費給地方 就是漁港主管機關的 我的意思在這裡 這個傳播的駁位 是有限的 它是有價值的 對不對 那地方的漁民 它的漁船 如果會跟這些 遊艇之間 產生了衝突的話 怎麼管理 這個東西啊 加上剛剛講的 航道上面 又有我們這些 養殖漁業的這些業者 他們的經濟權益 這個東西 應該要有一個統一的管理 合理的管理 而不是像遇到的問題 找海巡署的人 像警察一樣 來做一些 做一些這種 排除障礙的問題 跟委員報告一下 在225個漁港裡面 目前是我們有 三個專業的 遊艇波區 也是基隆 還有宜蘭 安平 這三個地方 其他在全省 225個漁港裡面 我們有公佈 我還跟您報告 您這樣的管理 是 觀念上是要改善的 是 因為如果你要變成休閒的話 你不能有這種限制方法 有些船 它開到一些漁港 它不讓它進去 不讓它進去 它要加水加油都不行 所以我意思說 整個管理系統 到底這個財產權是誰的 這個財產權是誰的 誰的情況之下 如何讓大家有秩序的 共用這個公共資源 才是我們應該來思考的 不僅漁業要好 養殖業要好 而且整個休閒的海上活動呢 也要能夠發展 我們再朝這方向來努力 再努力一點 好不好 以上 謝謝大家